男子洗蹄拆铅 货赔410万 可前脚刚存进银行 后脚就剩下了18万 男子当场吓得压麻呆 找工作人员了解真相 对方却淡定地说 钱都被他们买成基金了 男子记得大到银行 谁知还被保安喷洒辣椒水 简直倒霉到家了 那么这么离谱的事 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面对镜头 朱先生一脸委屈 表示家里的老房子面临拆铅 政府给他补贴了410万 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他 别提有多激动 随后他便小心翼翼地拎着钱来到银行办理存款 毕竟钱放在银行才会安全 可银行工作人员得知他要存款400万后 直接喊来银行经理招待 还没等朱先生开口 就推销起了各种理财产品 表示朱先生如果购买 每年都会赚到18万的利息 他说一年直接到了以后可以取 可朱先生只想安安稳稳地存个钱 并不想整一些花里胡哨的 经理见无法改变朱先生的思想 便不耐烦地带他办理了存款手续 直到一年过去后 朱先生打算取些钱花 谁知410万的存款 竟只剩下了18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男子为了赚点利息 将410万差仙款全部存进银行 谁知当他再来取钱时 却发现卡里只剩下18万 这让他差点当场被吓晕 自己所信任的银行怎能让自己的钱都丢了呢 为了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 便找到工作人员问询真相 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 朱先生才得知 自己的410万差仙款 全部在未通知他的情况下 被买的理财基金所剩的18万元 不过是410万所得的利息 朱先生本想反驳 可下一秒工作人员就掏出一份合同 表示有朱先生的签字 也就是说是在他同意的情况下 银行才购买了基金 但在朱先生意象里 自己从未签署过这样的文件 只知道银行经理给他拿了一大堆文件让他签字 他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存款手续 所以没有仔细阅读 就签字了 想到这里 朱先生恍然大悟 看来自己是被银行摆了一道 随后要求追回本金 却被工作人员告知 有事去找基金公司 与他们银行无关 我们没有说一定的义务 因为这个是代销产品 所以我们是代理航法公司销售的产品 我们没有义务 这让朱先生火猫三炸 钱是在银行丢的 现在又说没有义务去管 难不成他的钱就这样白搭了吗 那么事情最终该如何解决呢 男子存进银行410万 结果想取钱时 却发现只剩下18万 找工作人员讨说法 对方却只是简单的一句 他的钱被拿去买基金了 如果想要追回就去找基金公司协商 不要继续打扰他们工作 朱先生虽然恼怒不已 但为了追回存款 只好咬着牙给基金公司打句电话 和对方的说辞 却和银行恰恰相反 明明是银行来为他处理 为何银行又让他找基金公司呢 明显就是要踢皮球 于是继续回到银行讨说法 可领导态度依旧 表示和银行无关 如果朱先生继续来打扰他 就让保安把他给赶出去 朱先生再也压抑不住怒火 想要在银行到个底朝天 谁知保安竞争地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向他眼睛洒了辣椒水 痛苦不已的朱先生 很想赶紧清洗一下 谁知保安却按着他不让离开半步 好在有条警员出面解决 朱先生这才被放开 有了这番经历 朱先生用出了杀手铁 将银行投诉到了金融保护协会 在协会的介入下 银行和基金公司 这才同意退还410万的本金 并另外支付朱先生16万违约金 事情至此结束 那么对于银行的做法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